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 并且拯救了你在十字架上 你就是基督徒 不过呢 现在有太多的基督徒 没有基督 不知道是什么图 没有基督 没有基督 我什么都不是 一无所事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一无所能 还有一种是 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徒 就成为无神论 基督徒 来自于安提约基亚 天主教就是公教会 来自于安提约基亚的主教 圣里那句 好吧 我们继续 十二章 第一和第二讲 在那个时期 我们在斯德罗的时候读到 当时受迫害的只是希腊化的基督徒 犹太基督徒没有受迫害 而且迫害他们的不是当局啊 只是公议会 现在我们读到了 连黑勒德 就作为当局 也开始迫害基督徒 而且迫害十二宗族 也就是犹太化的基督徒 因此所有的基督徒 已经受到了波及在这里 所以黑勒德杀掉了若王的哥哥雅各国 两个雅各国 一个是小雅各 一个是大雅各 那我们在十五章 开始读到另外一个雅各国 就是主教雅各国 这三个雅各 我们到十五章的时候 在分辨 那这里是若王的哥哥雅各国 这个雅各国和若王 还有伯多罗比 成为耶稣的三大爱族 他是第一个 他是宗族里面第一个训道 是被剑上死的 第一个致命 而且我们读到了 这个雅各国去世之后 没有再选 没有再选人补齐十二个 十二个人的名单 没有吧 好像马蒂亚补尤达斯一样 不需要再补了 为什么 十二个人不是历史的延续 而是永恒的象征 因为为什么要补尤达斯 因为尤达斯自动放弃了他的 他不要了 所以要补一个 那这个不是自动放弃的 这个是寻造的 所以不需要再补 是永恒的象征 好 这是耶路撒纳的雅明尼亚 就是东正教的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的所在地 被视为是大雅各国殉道的地方 就是这里 一个东方教会的圣堂 这个雅各国宗徒 因为他殉道之前 传说他去过西班牙传教 后来又返回到犹太 然后再殉道 那殉道之后 因为是教会受破坏 所以他的弟子们 就把他的遗体 遇到他曾经传过福音的西班牙 就是西班牙北部这一带 这是西班牙比利尼布斯 这是波达斯 这是西班牙的北部 然后呢 他们就把他的遗体埋 埋了 就是埋了起来 然后后来 谁也不知道他的遗体在哪里 直到大概第七世纪的时候 西班牙有一位影修士 他在祈祷当中 就在意象当中 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说你出去到一个有心情的地方 照样的地方 你去找圣雅各国宗徒的遗体 就埋在那里 所以训此星光 他就找到了这个遗体 所以这个地方叫恐波斯特拉圣地亚 恐波斯特拉就是 星星出没的地方 后来 后来我们到下边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千年之后 圣地就为穆斯林占了 所以你去朝圣不可能了 否则会被砍头的 那罗马大家都去过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顺利成章的 成为了另一个朝圣的东西 就是圣地亚各 就是恐波斯特拉的圣地亚 好 你看这些线路全部是从西班牙 瑞士 还有法国 还有葡萄牙去朝圣的路线 所以这些路线 特别是从阿尔卑斯山到西班牙 恐波斯特拉的这个路线 被称为朝圣之路 也被称为欧洲文化第一路 现在每年大概有三百多万的人 徒步去圣地亚各朝圣 徒步啊 当然有的人可能走一百里 有的人可能走一千公里 都说不准 这是欧盟 欧盟 欧盟在2002年是好像认定的 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你看这里有写圣地亚各 这个朝圣地跟罗马和耶路撒冷是齐名的 后来呀 法迪玛呀 穆德呀 华大鲁菲呀 那是后来的 后来 在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千年之前 都是这三个地方 是朝圣的中心 很多的人到现在朝圣 真的不是为旅行 他们很辛苦要途步啊 不是坐飞地步 不是坐汽车去 徒步的 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拿破仑之路 或者叫做朝圣之路 是前几年拍的一部电影 非常美 大致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美国的医生 他是上流社会的医生有钱 那他有一次在打高尔夫球 他就打电话 法国的警察打电话说 你的儿子在法国遇难 他非常伤心 虽然他跟他儿子关系不好 可是毕竟是他的儿子嘛 所以他就要去法国去领回他的遗体 那他到了法国之后 他才看到他的儿子 然后那些人 他告诉他说 你的儿子就是去 从法国到圣地雅各朝圣的路途当中 遭遇暴风雨死亡的 他非常震惊 他就想起了他的儿子 在跟他见最后一次面的时候 给他说过一句话 说那个时候他好像也在打高尔夫球 因为他的生活无忧无虑 他看不起那些 跟他不是一个阶级的人 那他的儿子说 你根本就没有选择人生 你只是活着而已 他想起了他儿子那句话 还很伤心 所以他就决定要走一下 他的儿子走的这条路 因为他的儿子没有走完 所以他说我一定要走完 我经验一下我的儿子 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他什么都不缺 他还要走这样的路 然后他就果然上路 在路途当中也遇到很多的人 他就结识了一些同伴 然后他就经过发生了很多小小的事情 他看到了人性的温暖 他发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宠 他也发现他应该整理一下自己的人生和灵魂 然后最后他也到了圣地亚哥 他把自己孩子的骨灰 就撒在圣地亚哥西边的大西洋里面 然后大概 没有说到很明白 不过电影的意思应该是 他也可以找到 可以转阵一下 可以重生一次 这是一个叫朝圣之路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影 很多人给自己生命一个机会 看看能不能接着朝圣 真的让自己能够有存活 至少在信仰上 在人身上 能够有一个转折 这是神大的护照 因为路途当中要经过很多教堂 去一个教堂可能会盖一个小的教堂 这个地方叫布尔格斯 我也去过 这是一个雕塑 你看在中世纪那些人要突兀朝圣 可能什么都没有 最后 就是什么都没有 你背太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去朝圣 所以就是轻装上阵 你看他们的膝盖都磨破了 他们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贝壳也是一个朝圣者的标记 那爱尔兰师 还是爱尔兰师一个呢 一个是叫叶师 他写过一首小诗 叫朝圣者的灵魂 跟这个没有关系 不过其中的几句也蛮有意思的 有这么一句说 多少人爱慕你迷人的青春 出自假意或者真心 但只有一个人 爱尼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尼那圣洁的心 直到你满脸的咒 这肯定没有关系 我们拿过来 就真的 你看那些 就是一个人真的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 让自己脱离每一天的生活的圈子和节奏 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去成长一下 这个地方我也去过 是来兰 这是修道院对面有一个雕塑 这个雕塑就是说的 中世纪那些人到这个驿站 怎么样 这个上面的石架 他在石架底下坐下来 面对修道院去休息一下 非常美的 很简单的 不需要太多 如果你现在一定要出去 你不带手机能活得了吗 可是他好像什么都不带 当然 有的人 真的可以在朝圣路上 把自己的婚姻和感情再整理一下 真的出现过很多那样的奇迹 当然 也可以把自己的小组打扮一下 自己的这个是什么 你看传教士 这也是一个朝圣者 叼王主的朝圣者 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这就真的到了 这是圣地雅科 他们到了一个山 山边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一个教堂 他们会说 我们终于到了 已经千辛万福 可能是最短的一周 一个月 两个月 可能我记得最长的是三个月 如果要徒步走完的话 三个月 然后真的来到 这是朝圣者的一些服装 如果现在人家就不那么穿了 这是圣地雅科的主教做的 两位教宗都在这里 朝圣者 那在进门口的时候 朝圣者会把自己的手 按在这个柱子上 你看因为朝圣者按的太多了 所以已经好像是这个绒面一样 已经很软的好像 其实是石头的 意思是 朝圣者说 我终于来了 一路上都是你给我盖章 现在我给你盖章 然后呢 要拜访圣雅各国的坟墓 他的遗骨在这里 然后要拥抱一下他的这个像 两位教宗都拥抱了他的像 然后呢 一定要参与一台米撒 看看这个世界第一大香炉的风采 这个香炉有多大呢 我们看一下 这么大 需要六个七个 大概有这么多状态来用 很长很长 在这个是当鞦韆一样 整个圣堂 从祭台放到门口 这样大 就是那个大的香炉 当然对伏击的唯一要求就是力量 你看很大了 大概有半个人高的香炉 他们开始拉了 你看从前当到后 你看这些教育不好 我参加米撒全部用手提拍照 这是现在跟古代完全不一样 如果希望 当然常盛者 真的他们 常盛一定是为了自己灵性的 好好好 就是这样 我希望你们都去看一下 最后能够徒步个几天 或者是一小段时间 好我们继续读 读下面的一段 下面比较简单 从第三节开始 他一看到 他一看到 祭祷祈祷 其实最后的 将要提出他的时候 他一夜 活动路被两道 所谓的伏准 随在两个事情中 曾经还有 为你把守监狱 忽然主的一位 天使现现 有一道光照亮的房间 天使拍着活动路的歌坊 他请他说 快快起来 所谓的随从他手上握下来 天使向他说 树上的药 穿上你的鞋 他都照办了 天使吩咐他说 低上你的外脑 多多白吧 他就出来跟着走 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 实在的事 只想实现了影响 他们经过第一道光 又用二道 来到通告神的结尊线 他们就自动的给他们开了 他们一边出去 往前走了一条街 忽然天使比太大 不见了 我都读着 才信息过来说 现今我实在知道 主开了他的天使台 就是我 用给你露得的手 和最爱的人民所希望的事 他提醒你来过来 就往路往 奥称马尔主的等心 马尼亚的将军 在那里有好些人 一起祈祷 他叫大人的时候 追着 比较过得的使命 我来听 他一人主持 佛中的圣灵 其他没有开门 就跑进去报告说 我都不站在大门前 他们都给他说 你懵了 他却坚持说 实在是这样 他们敢说 这是他的天使 我都不敢扶住的小门 他们离开门 还在这时马 都不信在大门 我都不敢承告 他们不要作声 所以给他们说 上场主怎样 他说了些语 谁说 你们要把这些事 报告给亚特国和基督们 他们也出去 往别的离岸去了 你一样在士兵中 既得不小的超乱 不知道 郭德鲁出了什么事 黑洛德最搜寻他 搜寻不到 就搜寻为民 下一把他们取决了 既然迫害开始 大规模的迫害 所以先抓 应该先抓老大 就是郭德鲁 所以既然把亚特国 已经除掉了 就把郭德鲁也带起来 这样好招犹太人的欢喜 这一直是 黑洛德家族的一个问题 他们家族就是 只要招这个皇帝和老百姓的喜欢 干什么都可以 所以到现在 这个黑洛德是哪个黑洛德 就是在耶稣诞生的时候 杀掉很多婴孩的 那个大黑洛德的孙子 不是骂人 讲是孙子 儿子的儿子 好吧 你看 因为他这个是首要人物 佛德鲁 所以是要重兵把守的 那教会 那个时候做的是什么 为他恳切的祈祷 是非常美的一个描述 这是陆家的风口 然后提醒前一周晚上 插拭难飞 因为有两个犯人 有两个卫兵的锁链 跟他锁在一起 所以不可能跑掉的 可是呢 天使再次出现 这是我们图过的 然后轻轻地拍了一下 把他唤醒了 这个时候佛德鲁 好像还在做梦 然后锁链就脱落了 然后叫他 束腰 穿鞋 皮外衣 跟着他出来 四个命令非常坚决的干脆 佛德鲁还以为是幻想 你看 他还以为是 还以为见到幻想 就是在做梦 然后最后他终于知道 并不是在做梦 而是经过了好几道岗 所以这一段的描述 是说什么 是说这是一个来自于天主 直接的干预 一个救援式的奇迹 并不是他自己本身有什么能力 然后呢 天使就不见了 因为天使告诉他 天使不见了 然后佛德这个时候才清醒过来 然后他就到了 若望马尔谷母亲的家 他叫玛丽亚 大概是他们常常聚会的场所 他敲门 然后有一个实力叫做 洛德 希腊文意思叫做玫瑰 这个玫瑰 他一听是佛德鲁的声音 这个他反应也好像 第一反应应该是开门吧 他不开门 他就别人说 佛德鲁回来了 大概是喜行 什么什么余色 是不得意忘情 很有意思的 那些人说 你胡说帮到什么 你也是疯了吧 如果是回来了 可能是他的 他的天使 他的鬼魂回来了 就是如果我们能这样说 就是说他已经升天去了 他们以为佛德鲁已经死了吗 然后开门 不住的敲门开门 他们终于看见了 真的是非常的意外 然后佛德鲁告诉他们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简单的说了一下他的过程 然后让他们把这个事报告给谁 报告给谁 哪个雅各伯 大雅各伯 刚死了怎么报告大雅各伯 这是哪个雅各伯 我们15章在看 然后他就走了 走了就再回来 短暂的一次 后来就不再出现 所以这基本上是佛德鲁事件的结尾 然后佛德鲁一听 发怒了 当然必须有人死 如果你现在去罗马 有个教堂叫做 这个你们很多人都记过了 叫做佛德鲁的锁链教堂 在这个里面 有两把锁链 一把锁链就是 在耶路撒冷被除的锁链 一把锁链就是 后来传说佛德鲁去罗马 又被监禁了 然后那个锁链也留下来了 所以这是两把锁链放在一起了 就建了一个教堂 就是这个教堂 而这是这个锁链 就在这个座名上 当然你可以相信 第二把锁链你可以相信 你也可以不相信 无所谓 那这个教堂里面有一个宝贝 这个像我们以前看的 就是梅色的像 就在这个教堂里面 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以后 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 剛才在这一段 里面说 让神的争扮 institutions 上他们也讲 人明别呼唤说 这个是人的身影 神是神的身影 一个有上主的天使打击了祂 因为祂没有为光荣与建筑 祂为祝福之所持 最对断之气 天主的道 绝对不见 发扬放大 阿尔大罗和草洞完成的任务 就在这号称马尔库的国防 黑洛德家族真的是出了名的残暴 他只不过是跟提洛德轻松的人商量一下事情 是不是 他就很骄傲 他非常骄傲 他们说他是神 他认为自己就是神 结果天使非常不高兴 谁说你是神 明明就是个人吧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来 当科尔乃略也是凯撒赖兰的百部长 见到伯洛德的时候要被伯洛德轻松跪下来 伯洛德轻松说什么 我也是个人 所以谁敢自称是神 有人敢他 你看 就是这个家伙 然后呢 天使打击他 这个词跟刚刚天使轻轻地拍了一下伯洛德轻松 唤醒他 这个词是一个词程度不同 所以你看 天使派一个人 跟派两个人结果不一样 一个派死了 一个派活了 你看路加的用词非常强妙 那他就被虫子吃掉了 是吧 大黑洛德杀了很多婴儿 大黑洛德的儿子杀了希哲若海 希哲若海 大黑洛德儿子的儿子 当然不见得是这个儿子 他可能生很多儿子 然后再生很多儿子 很多儿子当中哪个儿子而已啊 就是这个家族的人 这又把大黑洛德杀了 比他们家族真的非常藏 而且荒芸无度 不过他们的下场都不是很好 那这个下场是大概被虫子 饶了之后死掉了 然而跟黑洛德的死亡相比 天土的道渐渐发扬光大 还是宗徒大师的主题 然后巴尔纳伯和宝露 这两个人就从耶路撒冷就回去了 因为他们来救济这里的教育 这是这一段 今天这个内容并不是很长 不过牵涉到的东西很多 我特别要提到基督徒那一段 没有基督的基督徒 跟没有实价的基督徒 没有基督的基督徒 就什么都不是 没有实价的基督徒 就是无神论品 所以让我们感谢天主 让我们纪念这些伟大的人物 好 我们做个祈祷 主耶稣 祢为我们选在了实价上 也借着复活赐给了我们新生 我们在犀利当中 被你所认同 而能称为基督徒 这实在是一个公罗的名称 因为这名字与你认同 我们既没有 活的路的圣德 也没有巴尔纳伯的口才 也没有保禄的坚引 也没有其他的伟人 如圣良教宗 或者伊纳绝 安提约家的主教 那样的殷豪行为 但是 我们也有你所赐给我们的 独特之恩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在信仰上 常常能够革新自己 常常能够让自己的信仰 得到喘息的机会 能够抽身事外 而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自己 放在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之中 主耶稣请保全我们 无论患难还是平安 都让我们能够光荣归于你 你是天主 永生永望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里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将与你们 祝你们平安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